大家好 我是肥仔嬌 很久沒和大家見面了 今次決定和大家去做韓國很流行的香薰蠟燭 我一向很喜歡很香的東西 一邊燒香薰蠟燭 一邊喝紅酒 氣氛好像很不錯 情人節做給你的男女朋友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這個蠟燭究竟難不難做 這個workshop是位於牛頭角工業區的studio 距離牛頭角地鐵站大概8分鐘左右 雖然studio的面積不算很大 不過這裡多數進行小班教學 加上店主自己本身對做不同的蠟燭 都很有濃厚的興趣 周不時會設計一些產品放上IG購買 例如現在就到情人節 這些product就很適合送給女朋友做禮物 說了那麼久 終於都來到做這個蠟燭了 今次我就來做個雪山蠟燭 給我老死做新年的禮物 我會一次過做三種不同顏色的 其實這個蠟燭怎樣令它變得有層次 和有漸變的顏色都是一些學問 時間、份量、溫度這些因素都會令到製成品有不同的效果 首先老師就預備了一個直膠的帽給我們 這個帽的底部有一個孔可以穿過蠟燭的棉心 穿過了這個棉心之後就把棉心拉直放在一個工具上面 目的就令到你燒蠟燭的時候不會歪來歪去 剪好需要的長度之後 我們就選擇我們自己喜歡的香味 其實這麼多香味真的很難選擇 不過我就比較喜歡水果的味道 我就選了一種好像柚子的味道 挺清新的 選擇好味道就要選擇顏色 大家看看 很多很鮮艷的顏色給你選擇 如果再講究一點可以自己合適 當然有你滿意的顏色 顏色都選好之後就開始準備蠟燭 今次做這個雪山就需要用上棕櫚蠟 當然做不同的產品都會用上不同的蠟燭 因為雪山的頂部就是白色的 而我又想做到很有漸騙效果的雪山 所以就分了兩次去用蠟燭 老師幫我們量好些份量之後 我們第一煲蠟燭先混好顏色 剛才也說過 時間、溫度 對於做這個蠟燭都很重要 幸好老師都step by step 這樣說給我們聽 這些就有顏色的所在 好像朱古力一樣 朱古力 煲了蠟之後就開始調色了 用來調色的色蠟 好像朱古力一樣 好漂亮、好可愛、好想吃 我們逐少逐少加進去 攪拌均勻之後 就把它一點滴在牛油脂上吹乾 這樣就可以看到真實的顏色是怎樣的了 加了幾次之後 終於調教到我心目中的顏色了 我們就從頂部開始做起 煲了一些蠟燭 到某一個溫度之後 就加入香薰油 加完之後 就慢慢由中心點倒下去 當然啦 之前都要攪勻 倒下去之後 我們又要處理有顏色的蠟燭 都是加一些香薰油 然後再攪勻 慢慢倒進去 倒滿它之後 就可以放在一邊 讓它冷卻了 我現在選擇 第三個顏色 這個蠟燭 我打算送給我的朋友 當然我都不太知道 他們其實喜歡什麼顏色的 那我就隨緣 看看有什麼顏色喜歡 那之後呢 我剛才就做了一個藍色 現在呢 會做一個黃色和一個麵色 不知道出來的效果會怎樣 我們待會再看看 它出來的效果會怎樣 因為我要做三個 之前的步驟都不停來來回回 這個是咖哩 什麼咖哩 咖哩磚 其實是很匆忙地做這件事做那件事這樣 但也挺有趣的 我很期待它出來的效果會怎樣 這個綠茶味朱古力 我們剛剛就一次過做了三個蠟燭了 現在等它乾了 大概那個時間 大概一個小時 它就會營結了 可以看到就是成品 想不到 好像看上去好像很簡單 但是想不到我都這樣做 都要做了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都挺好玩 它時間和溫度的掌握是很重要的 那待會就看看攝影師究竟做些什麼 它做的圈好像跟我們不同 而攝影師呢 現在就開始做它的香薰蠟燭花環了 我覺得花環呢 就比我的雪山難做的 除了要熬蠟 調色 入香之外呢 還要將乾花插到蠟牌上面 這是什麼味道 分衣草 分衣草 我最討厭 五款不同的形狀 對呀 有六角形 然後有些雪條 然後有這個圓形 我今天應該是會做這個的 它這個呢 是不同一點的 它是用不同的蠟來做的 它就會加一些漂亮的花 漂亮的裝飾 變成一個圈形 這樣會很香和很漂亮 調色和花夾不夾 都是要一番設計的努力 攝影師呢 就很喜歡紫色的 所以它會以紫色、白色和黃色 做設計的基礎 基本上我一定是這堆的 都不用想 紫色這堆是嗎 對呀 紫色 幸好這裡有些相片 可以讓它們參考一下 在未倒蠟之前呢 就可以在帽子上圓演一次 攝影師很聰明地拍下了它 等之後可以跟回一模一樣的 這隻蠟有不同的 是一粒粒大 是呀 這個是大豆蠟 剛才做雪山那些 就是棕櫚蠟 都是植物蠟 都是植物蠟 是在不同的物料提供出來的 攝影師呢 想要一個深色的紫色 他呢 就加了四五次才達到 他心目中的顏色 是 沒有那麼多 不要把整支都倒進去 神經病 幸好 做好呢 就可以倒進模子裡 等一會兒 等到蠟凝固了些 就可以插些乾花下去了 那這裡也有些小技巧的 因為呢 蠟太融的話 又怕花塵不抵 太乾的話 又插不緊些花 所以這個步驟其實 都是跟時間競賽的 在老師的協助之下 都很順利地完成了 不覺不覺 都做了三個小時 再等多一會兒 我那三個雪山都成功出世了 好漂亮啊 我今天第一個成品 就是這個 藍色的 都很漂亮 它那個雪花紋都很出 好像一幅座冰山 真的 好漂亮 之後再在底部剪了一條繩 它底部是很多雪花紋 看到嗎 綁好結 就大功告成 老師說這些蠟燭 都應該可以燒到十小時以上 就算不燒 都可以放到兩三個月 還有香味 所以做一個都可以用很久 攝影師的花環都很漂亮 放在鑊架裡 沒什麼味道 刮一下底部又有香味 這個是菠蘿冰 這個實情是一塊菠蘿 就是別人切出來的菠蘿 超像 好笑 這裡有些紋 超像菠蘿的紋 這個也很漂亮 好了 最後 這個就是麵色 很漂亮 綠色 其實我很喜歡綠色 好像那些翡翠 還有很香的 我覺得它像骨子的味 很香 今次這個香薰蠟燭的workshop 是大成功的 我講一下我的感受 開始覺得做這些蠟燭 是很難做的手作 不過這裡的老師很詳盡地講解 讓我這些手殘的人 都可以跟著步驟慢慢做 還有老師在設計上 都會給點意見 讓你可以參考一下 加上這裡的光花 都有很好的質素 和很新潮的款式 除了用料好之外 老師教了很多 在蠟燭上的知識給我們 整個體驗都很開心 和很學到東西 這裡除了有workshop之外 還有老師的作品可以買走 不上課也可以去他的IG 讓老師看看 詳情在info box可以找到 那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朋友 歡迎訂閱我們 喜歡的可以給個like 分享給你的朋友聽 原來做蠟燭的workshop都很好玩 好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